上回我们说把城市太极的基本功稍微缩减一下 留点时间 不然我们时间会拉的太长 就很多东西交不到 好 那我们城市太极就先复习几次 好 来 城市太极 哎呀 呼气 吸气 呼气 下蹲 对肩窝 转 抵 上蹲 好 略略先下坐 顺着弧线往前挪 好 好 好 上温了 慢慢 吸气 呼 好 走 揽 前的时候 回向左 转中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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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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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忿仔 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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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步 腰胯围轴 转 从这个地方要再接一个金刚倒对 接手 二 看这个金手的时候 你看在这小地方围说一下 我们本来手掌是朝前 那么右手过来和他配合的时候 我这个前面的手慢慢就躺下来 跟他同一个角度 但是手掌的角度 应该怎么说呢 手指的骨头躺下去的角度是一致的 但是手掌所向的角度是不太一样的 这里一致对不对 那你们看一下右掌是不是朝左 左掌是不是朝右 对不对 这里不一样对不对 那么我们要往后退的时候 左掌还是左掌又略略躺下来朝上 右掌呢 略略往外翻朝右 可以吧 等于是左朝上 右朝右 对不对 左手朝上 右手朝右 回来 这就符合一个琴拿的手法了 到这儿都稳了 慢慢的顶出去 好 重心往前 到这儿 我们平常我们以前练习的时候 从工步要直接起来 中间是没有先把脚放下的 但是我后来发现大陆他们都有 我是觉得没关系 我们练习的时候 你就自然而然的先放到这儿 慢慢抬起 要不然的话你身体在那里 站抖晃动 不见得有太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就慢慢的 觉得你站稳了 然后到这里来 点地点好了 慢慢吸气 好吸 呼 也就是说 金刚导队啊 做完的时候 你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你 七十二次做完以后 金刚导队的最后一动也是他 那么你就吸 分开 呼 你就顺便手吸他一下 开吸 好 我们再手吸一次 慢慢做 来 一杯 哎 嗯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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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已经练过阳式了 所以可以配合呼吸的地方 你就自然的配合 好 吸 呼 呼 抽筋可以吗 这个手从这里 从身体的前面 经过左肘 经过左臂 从外面 出来 可以吗 好 抱虎归身 二 二 三 学长困了 好 单边 一 上步 二 二 一 二 慢慢的 看我这就要撞到了 好 慢慢的 慢慢的 记得我上次说的 你腰胯慢慢做 稳定最重要 好 上来 到这里停一下没关系 起 起 十七 十七 五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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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我們再一次 好 陳世太極預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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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六 一 一 一 五 一 一 一 二 我看我这个地方 我没有坐到这里来 对不对 那么做得比较细的话 就是多转一点 如果检略一点 这样子也可以的 就是他把它动作稍微缩小 一般来讲 我们以前会说先求开展 后找紧凑 一开始做的时候 多做一点 熟了以后 你可以稍微把它缩小一点 就这样子 有个意思到了 就可以 到这儿 路线偏左 上步 转腰胯 一 二 五 五 五 七 好 三边 一 洗漆 想不 口气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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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 他就在氣氧往下走了 然後才吸 來 那我們第四趟 來 第四趟 陳時太極 這個快慢隨著你自己身體的感覺 有時候你身體覺得很脹 你就覺得快不了 寧可慢 那時候就慢 怕心 氣感比較強的時候就會想要比較慢 呼氣 上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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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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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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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吸 這一口氣就要吸得比較長 吸吸吸吸吸吸 如果你要中斷了就在這裡換 換好以後再吸 一百 behavior 然後再吸 來吸吸 一下 背後니다 这个跟杨诗太极又像又不像的招式 杨诗太极很有名的一个招式叫白鹤亮翅 你知道白鹤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鹤比较高 所以你看那个他的亮翅的时候 你就会看他两个翅膀长得很开的感觉 其实是因为他高 所以白鹤这个两只脚也分开了 但是其实他在前世太极是白鹅 白鹅白鹅是什么样子呢 白鹅它是包起来的 它是包起来的 长得不太一样 面对镜头大概是这样子 那他这长你看他就只有在高不过眉 就在这而已 他的手掌形状都是我们先前说的 虎狗撑开四肢并拢 这样子 那膝盖最重要是膝盖要并在一起 你看白鹅有时间吗 但是白鹅并在一起然后沉住包起来 所以它那个意味是很不一样的 差一个字但是感觉很不一样 对吧 那么来做一下这个白鹅亮尺 好 那我 应该是要往这里做 做到这 可是我怕你们看不清楚 所以我先转过来做 对吧 动作学好了以后 我们再转回那个方向 对吧 刚刚到这对吧 很像懒杂一 一 转 转转转转转转 你们还记得懒杂一 这个时候是不是重心偏左 方便右脚上步 对不对 那么现在右脚呢 不要上那么多 我们就往前上一小步 然后我的身体重心往前挪的时候 我的右手就跟着 往上抬 那么右手往上抬的时候 左手就往下抹 一上一下 一阴一阳 与此同时我的左脚也就 并上去 和我的右脚 靠拢在一起 拉起来 到这里 对吧 到这里 然后他还有一个余波 这个如果说他的波浪的方向是往这里 但他的余波要回来回正 还有一个拉起来 回正的过程 对吧 对吧 好 对吧 拉 上一小步 就是 同时 就是上海 对上 手上 手下 拉起 拉起 林老師請教一下 最後兩隻腳的重心都是一樣是不是 並沒有說哪一個是虛部 並在一起 這個學長問的很好 這個問題 因為看不太到腳 但是我這樣說應該還算可以理解 就是你這樣子從外型上看 重心應該是在一起的 就是兩隻腳是平均的才對 對不對 外型上看是這樣 但是學長問到一個重點 就是左腳 在這個時候沒有比較輕嗎 其實有 為什麼呢 雖然他在同一個位置上 靠在一起對不對 但是左腳跟這個時候是浮起來的 學長真的很細心 我還沒講到這兒 學長就提出來了 左腳跟來我用手筆 因為他太不清楚 這是我的右腳 我的右腳跟對不對 踩在地上了 我的左腳在我的左腳靠上去的時候 我是左腳掌跟左腳尖黏在地上 但是我的左腳跟是浮起來的 可以嗎 左腳跟是浮起來的 好這個地方我下次專門拍一下腳跟的特寫好了 好不好 我現在今天沒辦法拍到 我就先這樣比 他用腳踩上左腳靠上的時候 看一下我的左腳跟 並上是這樣嗎 我的左腳跟沒有並上 我只有左腳掌踩上去 這我第一個要講的 就是外形上看並在一起 但其實因為腳跟沒落地 所以看起來 所以實際上還是右腳吃重 是第一個要說的 第二個我要說的是 因為我的老師他在學這一套的時候 他的老師就是教陳志祥這位老師 雖然是在河南師範學院跟懲罰科學的 但是因為他當兵打仗的時候 他的腿受過傷 所以他有一些姿勢 就是會可能會有一點點 就是他教的時候這樣 但他示範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點誤差 因為他的腿受傷的關係 好像那時候他們拉那個戰車 在水裡面泡太久了 腿受傷了 沒辦法復原 那麼所以就這個時候我的老師 他教我們的時候 都教我剛剛說的這樣子 併在一起 這可能是我的老師在學習的過程中 有可能他修正以後的 他認為是這樣子 但是後來我們發現 多數的陳志太極都不是這樣子 所以有一種可能是這樣子 我來說明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講 左腳跟浮起來 但是腳長是併在一起的嗎 但是現在絕大多數的陳志太極 左腳跟右腳之間都有距離 他只有靠上來一點 但他沒有整個併在一起 他是靠上來的 但是拉遠有一點點距離 這是他們的打法 那到底原來陳巴克教的 是併在一起的還是分開的 我沒有辦法完全確定 那我因為我是跟我的老師學的 而且因為那幾十年來 我們都這樣練 我們都覺得都併在一起的 感覺好像特別得力 得力就知道我說得力 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這樣練是很有感覺的 那麼如果這樣練 是不是也很好 我不能確定 我就跟大家說 也有這個練法 就是兩腳是分開的 可以嗎 那有沒有可能是 他的老師示範兩腳分開 而我的老師覺得 他的腳可能受傷了 所以沒有併在一起 所以修正了 還是說 其實他就是應該分開 而不必這樣修正 我不能確定 我不能確定是哪一種情況 但是以實際的體驗來說 我就併在一起練 對我來說 這幾十年來 我感覺是很得力的 是很舒服的 那我也不便就是在改他 所以我就還是用 教各位併在一起的方式練習 這樣OK吧 你們如果有空 你們可以上網 就看一下一些陳時太極 但是因為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陳時太極 他已經被新武術體操化了以後 有些東西改的太嚴重 以至於我們也沒有辦法 有時候要找到原來的痕跡 有時候也不是那麼容易 那就要去找那種很老的老先生 看他有沒有可能 在還沒有被新武術體操化之前的樣子 他有可能 我目前是這樣教 按照我的老師的方法 是併在一起教 我覺得這樣練習 我覺得也很好 就是說我自己是這樣練的 我感覺你看下半身 整個併在一起練習 很容易讓你的下半身浮起來 膨脹起來 得力 很容易長氣 這個感覺 對吧 我都是這樣練習 那再回到剛剛學長的問題 重心在哪呢 稍偏右 但外形上並在一起 對吧 因為腳跟伏起 那我們就把這個白鵝亮翅再做一次 重心偏左 右腳上一小步 然後重心壓上去 壓上去的時候 左手已經抬起來一半囉 接下來左腳靠上去 右抬左腳 到這個高度 然後余波轉回來 好 那我現在講這個余波轉回來 我先前有講過一次 那我猜你們有可能不記得了 就是說這個手 他有實戰上 他有從內側 把對方的手往外架開的意思 架開 那我是希望說 一招裡面能夠達成多種用途 所謂連銷帶打 怎麼說呢 我一邊架開 一邊就攻擊 所以他這個攻擊的距離很短 就這麼一下而已 所以一架開就彈回來 這個白鵝亮翅呢 他我所知道的用法是這樣子 這個時候這個余波呢 就是在為攻擊做準備 如果能夠發短鏡的人在這個時候 他的鏡就可以打下去了 大概是這個情況 我們再一次喔 重心偏左 上一小步 比重心 還 靠上去 比真 大概是這樣 今天這一道我覺得 我看我的老師打啊 就有一種很端正的 那種收斂感 這種端正的收斂感呢 我覺得他是陳世太極 比原始的主要風貌 一種很端正的收斂感 跟那種舒展大方的 柔和柔迅順的 味道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他有一種端正的收斂感 這樣子 對吧 我們再一次喔 上波 上波 掌心 說一下掌緣要朝前 掌心要朝左 掌緣朝前喔 不能這樣喔 這樣的話掌心就變成 跟白鶴一樣了 是白鵝 白鵝是這樣子 對吧 好 我們再一次喔 唉 三 二 二 掌心 朝左 掌心不能朝前喔 好 先調習 因為接下來喔 就要做比較複雜的裸西奧部 所以我們今天不要勉強 好 那這個禮拜大家我們就把前面六招 熟習熟習 先是反手刀 奪力 然後再變成正手刀 奪力 他有 我如果做得誇張一點 他有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就先這樣 然後這樣 那個手掌 有這樣子的一個波浪感 他這樣很像舒緩 居然知道有一個回進 大概是這樣子